作业证,跨区作业证 麦子熟了,一天都耽搁不了 得赶紧收割,轰干入仓 这是庄家人都知道的常识 可是,就是因为一张所谓的跨区作业证 所谓的超宽 上百辆大型的收割机 竟被堵在了河南南洋的高速出口 整整五天的时间,不能下地干活 好一个高速阻击站 好一个被暗张办事 当地的交通执法部门的成功 守到了一场将持续数天的暴雨 顺利地让成熟的卖田 变成了一片汪洋 这最后一公里守得真好 好到了丧尽天良 好到了天怒人怨 与其说是一场雨 不如说是这老天爷留下的愤怒的眼泪 这是成千上万的卖农们 心酸无奈的眼泪 在此动荡的世界格局之下 粮食是根本 是稳定的基石 而有些人却违背天意的愚蠢之极 一旦出现了战争 只有粮食是最最稀缺的资源 懂吗 那些要跨去坐热症的蠢人